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烤豬扒飯 飯建議 最好用隔夜飯炒出來的炒飯底會乾爽些 豬扒我們先用淡鹽水解凍 好 我們放在一邊解凍 就設定其他配料先 洋蔥絲和番茄用來煮茄汁 我們準備兩隻雞蛋 分開雞蛋白和雞蛋黃 蛋白用來醃豬扒用 蛋黃用來炒飯 沒有骨頭的梅頭扒已經解凍了 這樣我們就開始進行醃製了 我們先隔水 我們清洗一下 這些梅頭扒本身已經很軟滑 所以我們用刀背小小力都可以 不要太大力 因為會刮得很爛 然後我們倒入剛才準備好的蛋白 然後把它拌勻 然後把它拌勻 然後我們醃製30分鐘 然後再加調味料去醃製 梅頭扒吸收蛋白之後 我們可以盡量調味 我們把剛才準備好的配料放進去醃製 然後把薑切割的洋蔥 一些切割的洋蔥 還有一些刀碎的蒜頭 兩茶匙糖 半茶匙雞粉 少量胡椒粉 少量胡椒粉 少量玫瑰露 少量米酒 少量米酒 少量五香粉 一湯匙生抽 我們先去拌勻 然後放兩湯匙麵粉 我們拌勻 然後用保鮮刀封好 最少要醃三小時 三小時後見 豬扒已經醃好了 我們幫它上麵粉 然後把它煎 幫它薄薄的上一層麵粉就可以了 煮焗豬扒飯的豬扒有兩種做法 一種就像我現在這樣 薄薄的上一層麵粉 另一種做法就是做吉列豬扒 如果大家想看怎樣做吉列豬扒 可以看右上角的連結 有我上次做吉列豬扒的影片 這些融不完麵粉可以放進去 等待我們煮茄汁的時候 可以用來賣芡 我們放少許油 把它攪拌勻 這種就是俗稱為麵拌 你做焗飯一定要用麵拌來賣芡 這樣焗出來的茄汁才會香 你用三分埋芡做出來的效果 沒有麵拌那麼好 我們首先煎了豬扒 因為今次我們的豬扒煎完之後 會鋪在飯面上再焗 所以我們煎的時間就不需要太長 最主要煎到麵粉定型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會建議每面煎一分鐘就可以了 溫度也不需要太高 大概八六七度 每面煎一分鐘就可以撈起它 用來備用 一百六十多 我轉回中間 我們放在一邊備用 我們洗洗鍋子炒飯底 我們醃豬扒煎的時候 就留了兩個蛋黃 炒飯就不夠的 只是兩個蛋黃 我們再加一隻 好 我們開火燒熱鍋 放兩湯匙油 放雞蛋下去炒至半熟 我們可以倒一些隔夜飯下去炒 好 我們把飯放開平均地受熱 我們放三分一茶匙鹽去 讓它有少許底味 好 我們可以關火上碟 開始煮茄汁了 一湯匙油 先爆香洋蔥 把蕃茄炒熟 兩湯匙茄汁 半湯匙茄汁 茄汁炒一下會比較香 半碗水 兩茶匙糖 半湯匙茄 半湯匙茄 這就是剛才我們準備好的麵拌 我們會用麵拌 用麵拌麵拌麵 焗出來的焗飯的汁會比較香 我們現在煮到在影片裡的黏度就可以了 不可以太稀 如果太稀的話 一倒下去就會變成湯飯 把剛才炸的豬排鋪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砍碎也可以 但我喜歡整件 因為砍碎了 它的肉汁會流失 然後把茄汁鋪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鋪兩把芝士在上面 然後我們用烤盤 放少許水在底 然後我們放那些焗飯上去 放少許水進去 作用 就是讓飯底不會焦 好 我們現在開200度 焗5分鐘就可以了 今天的焗豬排飯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可以訂閱 以及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